我们来看这道题,考察的是同步控制的概念 那么同步控制方式的定义就是由统一的时续信号 来完成整个系统的控制 结合指令执行的原理图来理解一下这种控制方式 首先,整个计算机的运行需要由CPU提供统一的时钟信号 而一条指令的执行需要切分成不同的阶段 每个阶段占用若干个时钟信号 这种由CPU发出的统一的时钟信号来控制整体流程的方式 就叫做同步控制方式 CPU的内部控制就采用了这种方式 因为各个部件的速度是相近的 并且大家相距比较近 采用这种方式控制的效率比较高 也可以简化整体的设计逻辑 这种控制方式主要有两个要求 一个是被控制的多个部件速度相近 并且这些部件之间距离比较近 第二个要求主要是因为这个时钟信号传递到不同部件 中间所经历的路程不同 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 时钟信号到达的时间点差别会比较大 反而导致了不同部 所以不仅CPU内部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高速外设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而同步的含义仅仅是大家采用同一个时钟信号 并不要求所有指令执行的时间都一样 一个时钟信号到来产生的是一系列的微操作 而执行不同的指令需要进行的微操作的组合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同的指令采用的节拍数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最终执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同步控制方式的特点 那么这道题讲解结束 感谢观看